白色小轿车行进快速道路时 时速高达132公里 远远超过速线的90公里 被驱舰测速拍下 还有一台重机 快速驶过也有106公里 一样超速被拍了下来 这里是台61线系兵杖化路段 从阳错匝道到深港匝道 总长8943公尺 速线90公里 路直宽敞 常有驾驶人开太快 超速 因此辖区警方架设区间测速取缔 以车辆通过的时间计算 超速宽容值是10公里 行车速度若是少于5分21秒 就会被开3000到6000元超速罚缓 但区间测速系统 在前年被民众发现 系统时间失准 开出3000多张乌龙发单 全都撤销所有设备重新送检 两年后修好了 在今年3月1号开始取缔 总共取缔了58件 其中时速最高的是132公里 罚缓是新台币5000元 根据警方从3月1号到7号 7天下来就已经拍到超速违规58件 多处3000元到6000元的超速罚缓 呼吁民众开车上路 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超速以身事法 华新闻影视宏宏林辉 谢中益长好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频道